里头的字也是让民众有不好的观感 知识有立委接获了家长投诉 表示市面上跟校园里头 有一些成语词典又红又统 因为里头的内容竟然提到邓小平同志 县委书记还说了是我国福建沿海地方 保卫亲爱祖国等等的字眼 很明显出现了统战字眼 不但民众看到非常的错愕 连行政院跟陆委会也表示会全力审查 一无是处用了领导 想在台湾我们学校所使用是不会有领导 翻开成语词典内容怎么听起来像中国的大内宣宝典 有家长投诉老师推荐小朋友的成语词典 里头例句竟出现邓小平同志 县委书记我国福建沿海地方 保卫亲爱的祖国等等用词 写的是繁体字 但用词很明显有文化统战字眼 他一定会很傻眼 我觉得不知道从哪里偷渡过来的 可是又是繁体字 就间接洗脑嘛 莫名的渗透 有病吧 觉得很奇怪啊 就宣传站嘛 在你前一次里面一直加东西进去的话 就会认同他的说法 民众看傻眼 词典偷渡统战思想 还在各大书局网路通路流通 上头还称有文化部背书 获选第32次中小学生读物选戒 行政院长苏贞昌下令各部会追查 没有卫照的这个部分 而且这种问题来独爱小孩非常严重 罗秉承政委 因为这是跨部会的 教育部查 学校有没有在多数 这本来面是在说什么 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 政院级相关部会都相当关注 内容有无违法嫌疑 就怕中国对台统战无孔不入 连此点都被渗透成为认知作战的一环 记者战区内卫城台报道